這是宜蘭唱唱 這棟行政大佬有時在日本時代1926年 六成 台灣總統府專門叫宜蘭出場辦公聽聲 為老少女看 它是河洋混搭的風景 出場是日本式的蝴蝦 出場蝴蝦有兩個蔡庚用的拌彙湯 因為現代的照片技術比較好 所以一定騎上去 為這棟行政大佬有那種德國式的風景 前面有一個出國的車 出馬要吃 出面是施酒的風酒 我經過很多資料把它圍繞出來 來開始施設這個行 外面有一個圍牆 圍牆裡面是花木糊塑 目前進度一定受重在宜蘭酒酒裡面 如果是為了酒酒的大門這邊之外 就可以從旁邊走進行政大佬 好 釉面一定開啊 聲音,祝它這麼好,阿黃替豆店嗎。 聲音,祝它這麼好,阿黃替豆店嗎? 聲音,祝它這麼好,阿黃替豆店啊。 聲音,祝它這麼好,阿黃替豆店嗎? 如果說到宜安唱唱,就要說到祝它, 就要說到祝它,念青粉生死。 他的祖先在福建後做紅局的技術來臺灣發展 本來只在做一些修行禮 到了喝清粉這代就完全不一樣 他開始做酒 他連了很多做酒業者 做出後臺灣的紅老酒來 就是他叫2020年開始時 準備這個 總處做酒只有總督府可以做 這個文武館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村口 一九九百年中秋的村口並作文武館 葛祖蘭是宜蘭的古名青 晚兩天多了 這樣不會太等 再慢慢回去 為什麼要加金箔 對 很多款是一顆漂亮的 等一下跟你介紹 跟我加金箔 為什麼要加金箔 等你拍好的跟你介紹 沒有啊 你介紹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葛祖蘭酒就是館酒的意思 另外還有一間台灣紅角館 如果要看紅老酒米酒怎樣做 當然就是來這個地方 大家要說起來 米酒原來的做法 叫做在來米法 但是這種傳統的方法 品質較不穩定 台灣總統府自己介紹 自己介紹 研究出了一種叫做 阿米羅的介紹方法 一九二千年 當時的中央研究所 有一種技術叫做 聖古禁儀 一九二人發現了 阿米羅的介紹方法 中央改變後 宜蘭手手的紅蘿酒米酒 這是紅色 可能老的消風車沒人管 阿中是宜蘭有名的百步兵 就是宜蘭人說的冰淇淋 阿 你們的店我有去過阿 對阿 總店喔 對阿 而且飛機這個有喔 壞掉了喔 壞掉了 這款大罐種的怎麼不在賣 對阿 在那裡 睡一人 我到現在都沒人家 半天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